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身为国内唯一的电力事业 台电有一个自己的研究单位叫做综合研究所 纵研所的主要业务就是为专门的电力相关技术 做出研发与创新 不管再提升环保、增进发电效率 或者是相关机械的改良都颇有斩获 11月21号,纵研所特别举办了研究成果发表会 邀请公司的主管一同来听取简报 并且参观研究设施 期待能够与食物单位一同合作 为公司创造更多的利己 电力的产生、输送和运用是一门专业的技术 需要不停地研究和进进 而台电身为台湾唯一的电力事业 拥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叫做综合研究所 11月21号,纵研所举办了研究成果的发表会 希望让与会的主管们能够了解这一年来 他们为公司所做的贡献 一类众研究所是研究跟试验合起来的 试验都是跟现场有关系的 研究是在开发的,然后替市转移的 其实正常方面的成果都非常飞凰 我们再来看大会报 众研究所在大会报报告的成绩 实在是会令人佩服 那试验内部也是一样 很多现场的试验内部 都是由试验所的帮忙 一整天的简报内容 包含减碳技术、智慧节能和发配电机具改良等 不一而足 除了解答大家提出的疑问 研究人员也带领主管们参观了各计划的实验室 希望借由实际研究成果的展出 肯定过去一整年同仁的心情努力 所以我们研究所是电力公司的一个研发单位 所以我们做的研发呢 也有一些特殊性 比如说像我们燃煤发电 产生了蛮多的煤灰 过去呢 大家把这个煤灰啊 要怎么处理这个煤灰呢 当作一个废弃物的概念在处理 那我们现在几十年来的研发呢 就想到说怎么样把这个废弃物 把它资源化的利用 就是不但不是废弃物 而且把它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来用 便利的科技生活 来自研究人员的辛苦耕耘 纵研所从煤灰栽利用 探捕捉技术到智慧型电表 在电的领域持续深入探索 从不放弃任何能够为环境 为公司带来效益的机会 台电公司新北市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